家里有小孩成立在线上游戏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一名没有工作的20岁男子 因为缺钱买游戏点数 先是到超商向店员说要买点数 结账后却拿着价值两万七千元的点数落跑 警方最后在附近的网咖找到这名嫌犯 20岁的男子迷上了线上游戏 到超商假装说要购买点数 拿走了两万七千元的点数 抢了就跑 店员发现不对劲 赶紧抓着嫌犯的外套不放 两个人扭打成一团 这个犯嫌因为平日沉迷在线上游戏 因为没有钱买点数 所以就到超商来抢夺这个游戏点数 那经电源制止人跟电源发生扭打 警方在接候报案后 随即调阅监视器及派遣警力 到附近的网咖去搜寻 嫌犯抢完后搭乘件车直接到附近的网咖 警方拒报前往网咖抓人时 嫌犯正在一张张的输入点数的序号 犯贤一共这个抢夺的游戏点数 一共是两万七千元的游戏点数 那据犯贤表示 他这个点数除了攻击玩线上游戏之外 另外也可以来贩卖给其他的线上游戏玩家 20岁的嫌犯落网后 母亲赶到派出所难过的当场哭起来 强调自己的儿子平常很乖又孝顺 但自从迷上了线上游戏之后 个性变了样 警方甄讯后依强盗罪 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黄烧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